我被切成了几百片时 妻子正在为白月光调制火锅战料 他对电话中我的哀嚎求救充而不闻 你最好按时来法院自首 不然就死远一点 后来他才知道 那天的火锅 白月光带来的根本不是鸵鸟肉 他结束休假 以检察官的身份帮助警方调查 昼夜服案工作 可他查遍了失踪人口 也没想起早就失联的我 被活生生切成片的折磨 真叫人求死不能 我终于死去后 整齐的肉片被以各种渠道 送进了从前的同事家中 妻子柳如烟却一定要看完全程 因为他那天喝了酒 在白月光柔情的注视下 真的吃了两片肉 他皱着眉 看着我从碎肉 逐渐变回人形 很多同事都认识他 劝他先回家休息 他却执拗地跟到了会议室 听完所有报告 死者为难行 年龄25 27岁之间 身高178 180左右 从诗片的状态分析 是死前分尸 遭受了非人折磨 会议室内 同事脸上纷纷露出不忍的神色 妻子柳如烟眉心微醋 强忍着喉咙中快要溢出的呕吐 我看着他脸色惨白的样子 想要伸手帮他拍拍背 触碰到的瞬间才惊觉 自己已经死了 还好 柳如烟协助调查过很多案件 早已习惯这样的氛围 很快冷静下来 我们的侦查方向 可以向前段时间的跨国团伙身上靠 按照时间线推断 极有可能是报复行为 要报复的目标 正是我们所有参与办案过的执法者家里 随着他的话 大家面色都是一江 张队看向柳如烟 重重点了点头 为了缩小受害者范围 柳如烟开始服按比对失踪人口 他一目是行的看着 我坐在他旁边 深深叹了口气 很快他就会发现 死掉的人是他最恨的丈夫 没多久 我就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筛查序列中 可刚刚还面色凝重的柳如烟忽然抿住唇 将我的名字从中删除 这时张队走了过来 低头询问进度 柳如烟把负荷升高年龄的名单递给张队 都在这里了 张队低头看着名单 随口搭话 如烟 你最近辛苦了 等咱们彻底打掉这个犯罪团伙 纪伯达就可以回来了 柳如烟听着 忽然把手中的资料重重甩在桌上 张队 以后不用提这个名字 纪伯达他帮助罪犯劫持伤害我的父亲 他已经叛变了 等彻底打掉团伙的那天 我一定要亲手把他送进监狱 我看着柳如烟冷若冰霜的脸 心中一阵犯酸 如烟 那是不得已而为之 为什么所有人都愿意相信我 只有你不信 张队听着柳如烟的话 微微叹气 如烟 我们都确信 纪伯达他不会叛变 柳如烟急的站了起来 声音也高了几分 他不叛变 对手怎么可能知道我父亲的行踪 张队你也看到了当时的情景 是他站在绑腿身边 一脚踹断了我爸的腿 我爸如今还躺在医院 生死未卜 你们怎么还都这么相信他 我忽然觉得有些失望 柳如烟忘记了 知道他家人行踪的人 还有另一个 柳如烟回家时 梅纪伯已经等在门口了 看到梅纪伯手中的礼盒 柳如烟露出了今天的第一个笑容 见他顺势接过 梅纪伯也笑着开口了 如烟 这应该是纪伯达送来的 上面还贴着一张纸条 柳如烟的脸色瞬间冷了下去 他紧走几步 看都没看 就把盒子扔进垃圾桶 我看着一脸愤怒的柳如烟 心渐渐沉了下去 那确实是我定的领 接受潜伏卧底任务前 我怕自己回不来 提前给他订了十年的生日蛋糕 只不过这一年的 被梅纪伯提前换掉了 盒子里装的 是我被冷冻过后的头颅 梅纪伯似乎很享受这种刺激的感觉 轻轻按住柳如烟的肩膀 你们感情不是很好吗 怎么不打开看看 柳如烟的声音中满是厌恶 是他害了我爸爸 我爸如今还躺在急救室 我恨不能马上捣毁犯罪团伙 把他捉拿归案 听到捣毁犯罪团伙几个字 梅纪伯脸上浮现出一种莫名的笑容 你说的对 如烟 像他这种冷血动物 的确该死 柳如烟文言软软靠在梅纪伯怀里 声音中是说不出的疲惫 还好有你陪着我 这个瞬间 我想尖叫 想推开梅纪伯 想告诉柳如烟 他就是犯罪团伙的真正头目 可我什么都做不到 我只能飘在半空 看着自己的挚爱 靠在杀人凶手怀中 和他一起 用罪恶毒的话语诅咒我 柳如烟和梅纪伯一起吃饭时 张队打来电话 我已经很久没有向外传出过消息了 受害人年龄与我相仿 张队想让柳如烟回局 详细了解一下情况 梅纪伯放下筷子 可怜巴巴地看向柳如烟 每次都是这样 一顿饭的时间都舍不得给我 柳如烟宠宁一笑 手指轻轻抹扎着梅纪伯的头发 没办法 等我处理完这一切 他说着 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可我却知道他未说出的内容 他想和我离婚 当时只吃了几片你就有事走了 直到得到警局通知 我才知道 那是梅纪伯惊讶的瞪大眼睛 总不会是人肉吧 柳如烟皱着梅点点头 幸好你没吃 不过梅纪伯 那肉是哪里来的 我看着柳如烟的样子 心中全部是滋味 这么久了 你才想起 那些肉片是梅纪伯带来的吗 梅纪伯眼睛微眯 做出一副正在回忆的样子 我当时拎着一堆食材往回走 路上遇到个出摊的老太太 咱们正好要吃火锅吗 我就顺手买了一些 他的说法 和所有人的供述全然不同 其他人要么是在门把手挂着的塑料袋里发现 要么是在家门口忽然出现的保温箱里发现 怎么到了梅纪伯这里 就会变成大街上买来的 然而柳如烟并未细想 反而叹了口气 梅纪伯 都怪我 应该是我的身份连累到你了 我虽然不知道这个团伙是怎么得知你的行踪 但你一定要万事小心 梅纪伯强忍住嘴角的笑语 在柳如烟的注视下 点了点头 我就站在旁边 感觉自己的心都要凉透了 柳如烟 你是我的结发妻子 面对我的死亡 梅纪伯的漏洞 你竟然丝毫没有起 见到柳如烟回来 张队马上紧张的赢了上去 如烟 纪伯达已经三天没有传回消息了 这期间 他有没有联系过你 柳如烟嘴唇微眠 眼神中满是无奈 张队 你相信我 纪伯达他真的叛变了 他在前天给我打过一通口喝电话 刚一接通 就一直叫喊 我怀疑 他不仅叛变 还沾了不该沾的东西 甚至这起碎尸案 很有可能就是纪伯达的手笔 张队不可置信地看向任如烟 他点里打过电话 就只是叫喊了 什么都没说 柳如烟叹叹了口气 是啊 我觉得纪伯达现在已经被洗脑了 他的思维方式已经和正常人不一样了 而且据我所知 所有人收到尸体的方式 都是被投放在家门口 只有我是通过我朋友收到的 我怀疑 他最想报复的人 就是我 张队表情明显一致 他不可置信地紧盯着柳如烟 这么大的疑脸 你之前怎么不说 柳如烟被质问得有些烦躁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我的朋友不会骗我 纪伯达小肚鸡肠 如今在犯罪窝点混得风生水起 打击报复他曾经极度的人 不是很正常吗 我看着柳如烟凛然正气的模样 心痛到几乎要抽搐 我为了保护岳父不被犯罪团伙带走 释出无奈 用了最直接的手段让他失去行动能力 不绝岳父被带走继续受折磨的可能 但柳如烟只觉得我已经叛变 并以此方式 像犯罪团伙效忠 梅吉博来历不明 身上疑点重重 柳如烟却毫不犹豫的说 梅吉博不会骗他 我这么多年的默默付出 原来连梅吉博最劣质的谎言都比不上 柳如烟刚在位置上坐定 梅吉博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这时才发现 梅吉博的号码 在柳如烟的白名单里 就连铃声都是特意挑选过的 从前我只知道柳如烟 不在意这些情侣之间的小把戏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他在意 只不过在意的人 从来都不是我 接通前 张队再次来到柳如烟旁边 他看着柳如烟 声音中竟然有些颤抖 如烟 我现在还是有些担心吉博打 他一直都狠手记忆 不可能无故消失 而且这个时间太过巧合了 你难道不觉得其中有个问题吗 柳如烟似乎很讨厌听到我的名字 两根手指捏住了眉心 确实巧合 就当是我拜托你了 用你家属的身份给他发条短信 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需不需要支援 柳如烟痴笑一声 我现在发短信问他 他一定会说一切顺利 因为他的心早就不再正途了 说完 他就像赌气一样 把我的号码从黑名单里拉出来 发了一条简单的问候消息 这时 梅吉博的电话再次打了进来 柳如烟在手机和线索中 很快做出选择 对张队比了个手势后 先出门接通了电话 梅吉博的声音中带着些鼻音 似乎有些不舒服 如烟 我可能被鸵鸟肉的事情吓到了 现在有点发烧 你能来看看我吗 柳如烟担心的询问一番后 没回办公室 而是禁止离开 我坐在柳如烟的副驾驶上 歪头看向他 明明是我的妻子 明明是从前那个人 怎么没记博弈回来 就什么都变了 张队的号码忽然在手机上响起 柳如烟皱着没接通 听到张队的问许 他才猛的响起 我的同事们 还都在等着我的回答 趁着红灯 柳如烟烟烦躁的翻开短信 最新一条正是我的号码维护的 内容是四个字 一切顺利 看着这条短信 柳如烟脸上竟然扬起一个胜利的笑容 仿佛他赢下了刚刚的赌局 柳如烟就这样笑着 把短信截图 发送给了张队 他似乎忘记了 我从前发消息 用的都是暗号 张队收到截图 再次回播电话 柳如烟一心想把我抓捕归案 虽然很烦躁 但还是很快按下接通 现在他已经回复了 你们还觉得有问题 张警官 你们是不是精神太过紧张了 张队的声音中 隐约压抑着一丝怒气 不 从前纪伯达回复信息 会用我们定下的暗号 其中一定有猫腻 我建议你先回来一趟 毕竟你是纪伯达唯一的家属 张队说着说着声音 渐渐小了下去 与此同时 柳如烟的手机上 再次弹出梅纪伯的号码 柳如烟愣了一下 对张队说了声道歉 我朋友遇到些事情 我要先过去一趟 纪伯达如今都快做到 犯罪团伙二把手了 他能出什么事 说完 他直接挂断了张队的电话 接通梅纪伯的号码 梅纪伯的声音 还是透着一副 半死不活的样子 催着柳如烟回家 柳如烟惯惦记着梅纪伯的话 到小区门口的药店 先买了些退烧药 等他终于到家 推开屋门时 家中窗帘全部被拉上 一片漆黑 寂静无声 我看着这一幕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我不受控制地 冲到柳如烟前面 声音嘶喊着快跑 梅纪伯一群人穷凶极恶 一定是猫抓老鼠的游戏玩腻了 准备对柳如烟下手 卧底这么久 我知道梅纪伯有多么恨柳如烟 可柳如烟对潜在的危险 竟然恍若畏惧 他一边低声喊着梅纪伯的名字 一边打开了灯 灯光亮起的瞬间 我看清了客厅的五个标形大汉 他们都是我在卧底时 遇到过最为凶狠残忍的暗犯 我整个人都被一股巨大的恐怖裹挟着 但还是用尽全身的勇气 拦在了柳如烟面前 客厅里民众的气氛只持续了几秒 梅纪伯忽然推着蛋糕车从卧室出来 几个罪犯掏出彩带头 彤彤之声后 在梅纪伯的带领下 唱起了生日歌 柳如烟愣愣在原地 手捂住颤抖的双唇 看向梅纪伯 我以为你忘记了 梅纪伯笑着打断 怎么会忘吗 我一直记得 我恶然看着这一幕 看着他们在众人的注视下深情拥抱 简直无法呼吸 柳如烟 我在你心中那样龌龊不堪 可真正的犯罪团伙站在你面前 你却感动到流泪 你对事情的判断能力和敏锐程度 全都消失了吗 梅纪伯一伙人各个都是亡命之徒 为卧底警察的妻子庆生 怕是他们这辈子做过最刺激的事情 他们每个人都兴趣高涨 笑成一团 这时柳如烟的手机再次响起 张队颤抖的声音从工放中传出 如烟 你现在一定要回来局里 我们发现了酷似继伯达的头颅 满屋的 祝你生日快乐 忽然顿住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柳如烟的身上 柳如烟只是想了几秒 就开口拒绝 道歉张队 我今天太累了 家里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明早见吧 说完 他直接挂断电话 然后他微笑着拿起刀 将生日蛋糕切块 分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他甚至没有问一句 这些看起来就不是善茶的男人 到底和梅吉博是什么关系 柳如烟终究还是没能等到第二天 因为他在蛋糕中吃出了一截手指 一截带着肃圈婚戒的无名指 我的无名指 梅吉博看着秃得昏天黑地的柳如烟 笑得一脸高深莫测 我就站在旁边 紧紧盯着梅吉博 他这样暴露自己 是真的活够了 还是想堵他在柳如烟心中的位置 等柳如烟终于吐完了 梅吉博才孽如这开口 都怪我 如烟怎么会这样 梅吉博表情抽搐 几乎要憋不住大笑 可柳如烟 只觉得他是吓坏了 并把他拥入怀中 我看着面前这一幕 觉得讽刺极了 我真希望自己可以马上消失啊 为什么经历无数痛苦死去后 我还要遭受这样大的折磨 柳如烟礼貌送别一行人后 带着我的手指回到了警局 张队看到那截无名指示 眼眶都红了 如烟 这 这没戒指 你不觉得面熟吗 柳如烟这才开始仔细打量 戒指其实有一对 但柳如烟婚后从未待过 他平时从不关注我的穿着 一开始确实没有认出来 但现在 看着他的表情 我知道 他想起了我 我忽然有些好奇 那么恨我的柳如烟 知道我已经死了 会是什么表情 谁知柳如烟的表情从冷漠 变成震惊 最后竟然变成了咬牙切齿 是他 果然是他做的 张队 这是纪伯达的戒指 他这样做 就是为了在我生日这天 狠狠恶心我 柳如烟白皙的脸上 泛起愤怒的嘲讽 张队长长叹了一口气 干脆把我的头颅摆到江明月面前 我在生前就被残忍戳下双眼 割掉鼻子耳朵 死后 这群丧心病狂的罪犯 怕直接暴露 还在我的头上浇过一遍硫酸 可哪怕面目全非 张队还是认为 这就是我 张队认得出 柳如烟却认不出 他先是肝偶一声 再次疑惑看向张队 这是受害人的头颅 不送去化验 摆到我面前干嘛 张队的声音带着微不可查的颤抖 利用组织监视我 这一切都是他的报复 我作为卧底 在以梅基伯为首的犯罪组织中 埋伏了五个月 本来一切顺利 只要进行好收尾工作 我就可以归队 把这个跨国团伙一网打尽 可偏偏就在这时 出了岔子 团伙的幕后黑手 竟是柳如烟的初恋梅基伯 我知道柳如烟曾经有一个爱而不得 分隔两国的白月光 但从前我并未在意 可谁又能想到 忽然回国坐下树桩凶案的头目会是他 第二天 组织二把手就带着我 拦住了岳父的车 岳父知道我是警察 咬着牙什么都不肯交代 我知道落在这伙人手中的下场 所以带着人质汽车后 我主动站了出来 咱们带着老家伙多雷准 不如我直接打残他 好让这些条子常常记性 说完我没等任何人同意 就踩断了岳父的左腿 我收了力气 这么多年的从井经验 我可以确保他的伤只是一时 治疗后 一定可以康复如初 果然 一伙人见岳父失去了行动能力 选择弃掉人质逃生 我的确对他动了手 可关键时刻 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岳父的命 对岳父下手 我的心也在低血 我的父母早就因公殉职 这么多年 我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父亲一样对待 可那个时候 我没有选择 自此之后 我因为异常行为 再难进入组织内部 前些天 我见实在突破不了组织对我的防备 打算带着收集的资料连夜撤退 可在路上 我接到了梅吉伯的电话 他说他的手里 有柳如烟向外界透露我行踪的路向 如果我走了 那柳如烟这一辈子都会被钉在吃入柱上 我知道岳父受伤后柳如烟一直恨我 可我不想看到他的人生染上污点 我回去了 独自去面对了梅吉伯 他像对待一条狗一样灵灭我 讥讽我 逼我承认自己从未得到过柳如烟 我咬着牙不说话 他就割了我的舌头 我用眼神嘲笑他 他就挖了我的双眼 后来他玩够了 也累了 就找来手下最残忍的罪犯 给我打了强心针 慢慢将我凌迟 我用自己的死亡作为陷阱 只想为柳如烟还一个没有污点的人生 可是柳如烟啊 你怎么就这么恨我 你怎么就这么信任梅吉伯 那么多一点 那么多破绽 任谁都会觉得他有问题 可为什么一直到现在 你都不把这些线索报告上去 你如今的所作所为 你的包庇和信赖 让我的牺牲 就像是一个低劣的笑话 柳如烟 我不仅是为和平献身 我更是为你献身 终于平复好心情 听张队讲完头颅来的后 柳如烟有些无措的坐在办公室 他直到现在才知道 这没人头 是保洁员在垃圾桶里翻出来的 就在我们家楼下的垃圾桶里 就在那个被我预定上门的 生日蛋糕的礼盒里 柳如烟久久注视着我的头颅 眼睛瞪得大大的 似乎想从这上面 看出些我的影子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他在怀疑那到底会不会是我 我在想 夫妻一场 柳如烟 你为什么会认不出吗 片刻后 柳如烟揉了揉眼睛 掏出手机发短信给梅纪博 问他是否已经平安到家 这一刻 我忽然觉得自己放下了 我好像忽然失去了很多东西 比失去生命 更让我难过 你曾说过 我已经没有血脉亲人了 你说未来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们要彼此扶持 互相监督 一起做好事 做正确的事 那些年我们还很年轻 久后我们说要荡平世间所有罪恶 柳如烟 我没能做到 可如今 张队忽然碰得一声推开门 他面无表情地走进来 把低内比对结果递到柳如烟面前 我稍微靠近 就在上面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柳如烟双眼圆睁 看着张队 张队也不发一眼看着他 一片寂静之中 柳如烟的手机响了 我不用看就知道这段旋律 是梅纪博 听着铃声 柳如烟好似溺水的人忽然或久 猛喘口气后 跑出办公室 接起电话 电话里 梅纪博的声音带了些委屈 如烟 你怎么不理我了 柳如烟似乎终于控制不住情绪 声音中带上了哭腔 他 他死了 纪博达死了 梅纪博的声音变成了惊讶 天啊 怎么会这样 你上次不是还说 等剿灭犯罪团伙 要把他告上法庭吗 柳如烟有些哽咽 他犯过的错无法原谅 可 纪博达他真的死了 梅纪博久久没有回话 柳如烟焚焦急问了几声 没得到回应 我没想到 这个时候 他竟然选择放下一切 先回去看梅纪博 直到现在 他依然觉得 一直是我在作恶 他生怕我真的叛变 留下的势力会去伤害梅纪博 梅纪博看到忽然出现的柳如烟 也有些惊讶 在柳如烟的解释之下 他长输一口气 我刚刚进电梯了 没有信号 自动挂断了 你说纪博打死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柳如烟见到梅纪博安然无恙 紧绷的神经瞬间放松 一五一十 将我遇害的惨状说了出来 梅纪博害怕的缩进沙发里 那我们被恶意报复 又是怎么一回事 他不会还留了后手 准备害我吧 柳如烟依靠在梅纪博肩膀上 又是一筒安慰 他没有抬头 所以也没看到 梅纪博的满面的笑容 安慰好梅纪博后 柳如烟再次回到警局 他拂案看了一回资料 忽然像想到些什么一样 开车去了疗养院 我跟在他身边 心情颇为复杂 自从上次打伤岳父后 我已经很久没能见到他了 他年纪大了 加上被忽然绑架 受了不小的刺激 自从被救回来后 一直浑浑乐乐 柳如烟一直想从他口中 问出当时的情况 但却一直没能如愿 岳父见柳如烟这么问 笑着刮了刮他的鼻子 前些天忽然就清醒了 你怎么这么久没来看爸爸 柳如烟一番解释后 终于问出了他想知道的答案 爸 纪博达为了对犯罪团伙邀功 故意打伤了你 对不对 岳父表情严肃 先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傻孩子 纪博达是打伤了我 但你怎么不想想 他为什么不打其他位置 却准确打断了我的腿 他们当时被围堵 已经弃车 我如果可以行动 一定会被挟持带走 性命不保 可我的腿受伤了 绑匪只能把我扔在半户 纪博达是在救我 听着岳父的话 我泪流满面 他没有怪我 他知道一切都是迫于无奈 事出有因 我看着紧紧相依的妇女二人 再次感觉到心中放下了一些东西 我知道 这次放下的 是我今生唯一的愧疚 柳如烟再次抬头 已是满面泪痕 不是的爸爸 他 他已经被组织洗脑了 他打你是为了邀功 岳父一脸严肃的打断柳如烟 如烟 你不能这么揣托纪博达 他绝不会加入犯罪组织 柳如烟疯狂摇头 眼泪都落了下来 可是为了安全 我们的行踪都是命 只有他自己知道 喊出这句话的同时 柳如烟忽然整个人都僵在原地 我知道 他终于想起来了 他的身边 还有一个梅吉伯呀 他的一切 梅吉伯都了如指掌 柳如烟急匆匆的回了警局 他先沉默来到解剖室 红着眼睛看了看我的残骸 接着 就再次回到办公室 一夜夜翻看卷宗 梅吉伯一直把线索递给柳如烟 他好像也在赌一个结局 我想 如果他赢了 他会带柳如烟走 我看着柳如烟的样子 心中默默祈祷 这是最后一次了 求你别让我说 柳如烟整个人似乎都变了 他不吃饭 也不睡觉 除了翻看卷宗 就是去看我的残骸 有时候 他会死死盯着我残肢上的戒指 发一下午呆 张队终于看不下去 让柳如烟回家休息 一直没有暴露过什么情绪的柳如烟 忽然爬附在冷冻柜上 嚎啕大哭起来 他说他一直误会了我 我不是坏人 他说求我原谅他的冷漠 如果可以重来 他会好好等我回来 我看着歇斯底里的柳如烟 有一瞬间的恍惚 最盼着我去死 盼着我永远消失的人 就是你啊 你明明那么恨我 明明信誓旦旦的说 要亲手把我送上法庭 可如今 你哭得好惨 就好像失去我 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柳如烟已经一周没有回家了 这一周 他都没有接梅吉伯的电话 经过彻夜的沉思后 柳如烟终于找到张队 说出了他的怀疑对象 梅吉伯 成年后出国 今年回国后 所在城市就出现了多起命案 他的踪迹 和嫌疑员高度吻合 张队冷着脸问柳如烟为什么不走说 柳如烟抿着嘴 红着眼眶 狠狠伤了自己几巴掌 晚上 柳如烟换了衣服 化了淡妆 约梅吉伯一起吃饭 梅吉伯姿态如常 欣然赴约 席间柳如烟不小心把酒杯碰撒 劝梅吉伯去卫生间收拾一下 然后迅速拿起了梅吉伯的手机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动作之中 没有看到 在格挡后面 梅吉伯探出的一只眼睛 我看着这一幕 整颗心都揪了起来 柳如烟 你聪明一世 既然已经确认了真凶 为什么还要这样傻傻的独自行动 我用命换来你前途无忧 虽然你一直恨我 可我不想 你也和我一样 死在她的手里 梅吉伯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她嗜血成性 人格极度扭曲 但她最恨的人不是我 而是柳如烟 明明是她出国后失联 可她潜逃回国后 无法接受曾经喜欢过的女生 已经嫁为人妻 所以她纵容手下 让我潜伏进内部 再用岳父的安危 离间我们之间的感情 她最终杀掉我 就是为了让柳如烟心痛 她一边觉得柳如烟还爱她 会原谅她犯下的罪恶 不顾一切地跟她走 一边恨柳如烟爱我 恨我们成了夫妻 疯狂地想要折磨我们二人 如果柳如烟一直看不透 一直信任她 那么梅吉伯还会再多玩一段时间 可一旦柳如烟彻底醒一 决心彻查 那就是梅吉伯发疯的开始 梅吉伯一定会把曾经 用在我身上的手段 再次用到柳如烟的身上 想到被活活弯出眼睛 割掉舌头 打了强心针求死不能的痛 哪怕已经放下我们之间的爱情 我也不希望 这些痛苦 再被柳如烟承受一遍 一顿饭很快吃完 分别时 梅吉伯拉住了柳如烟的手 似乎想说些什么 可只是一瞬 柳如烟就抽出了自己的手 冷漠看向梅吉伯 梅吉伯双眼死死盯住柳如烟 片刻后 她唇角一弯 说了一声再见 柳如烟站在原地 看着梅吉伯离开的背影 住足两久 当夜 柳如烟没有睡觉 反而一直紧盯着手机上的定位软件 直到凌晨三点 那个定位 才终于有了动静 柳如烟毫不犹豫地拿起外套出了门 她上了车 紧跟着手机上的定位 定位在一间破旧仓库中停止 柳如烟把车停在附近 轻轻关上车门 跟了进去 随着她推动破旧的铁门 仓库中瞬间灯光大亮 梅吉伯身边坐着六个大汉 全都扭头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眼眶通红 果然是你 梅吉伯却丝毫不怕 直接对上了柳如烟的眼睛 很遗憾 你没有通过我的考验 但我的确喜欢过你 所以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跟我走 或者和你的王夫一起 死在这里 听着她的话 柳如烟震惊惊环顾周围 梅吉伯却像是得到什么信号 大笑着站起身 看到这摊血迹了吗 我在这里逼迫吉伯答说她不爱你 她肯说 我就在这里割了她的舌头 这里应该是把她切成肉片的地方 不过你别太担心 她当时还没死 还给你打过电话呢 你还记得吗 柳如烟似乎想到了那通挣扎嚎叫的电话 她瞬间脸色苍白 跪倒在地 这个动作明显激怒了梅吉伯 她愤怒上前 狠狠给了柳如烟一巴掌 给老子起来 老子还没死 你竟敢当着老子的面 给别的男人下回 柳如烟脸颊肿得老高 抬眼瞪着梅吉伯 你这个疯子 我一定要让你得到报应 梅吉伯看着柳如烟疯癫的样子 笑出了眼泪 看来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柳如烟 你怎么可以这样背叛我 柳如烟没有回答 整个人瘫倒在血迹滋养过的泥土之中 梅吉伯怒急 一把拉起柳如烟 与此同时 空气中飞溅出一串血珠 血迹溅在柳如烟的脸上 被她随意抹去 像开出了一朵烟红的花 梅吉伯捂着脖子 眼睛瞪得滚圆 她大张着嘴 却只能发出呵呵声 她的身带都被割断了 柳如烟的手中 一直捏着锋利的刀片 几个大汉剑老大被杀 瞬间站起 与此同时 四面八方都响起了警笔 柳如烟对着梅吉伯 绽放出一个笑容 你也在我的手机上装了监控对吧 所以这一次 我没打电话 而是给张队寄出了一封信 我看着在柳如烟身后 承包围状的几人 流着泪最后一次挡在了她的身前 可我知道 这一次 无论如何 我都护不住她了 仓库门被踹开时 柳如烟已经贪软着身体倒不下去 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把自己的身体挪动到我死去的位置 含着泪 闭上了眼睛 我在世间浑浑噩噩噩许久 此刻也终于开始飘散 消失前 我看到柳如烟的口型动了动 原来她在说对不起 我听到了 但是 永别了